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歡迎收看夜間新聞 青魚幹線開幕典禮的煙花會演 吸引了大批市民坐遊艇出海觀賞 但在典禮結束,船隻回航時 有多艘船隻發生意外 其中包括一艘水警快艇 船上五個警員受傷送軟 鄭建生報導 五名受傷的警員 在晚上十點中送到馬吉列醫院 其中一名44歲的警員扭傷頸部 而其他警員就分別擦傷面部或手腳 事發在晚上8點45分鐘左右 水警快艇在廊崇州和大個月之間 水面維持海上秩序 因為大浪而返艇 因為當時浪大 前面的船打起很多浪 這隻PV21被前頭的浪 蓋爛了船頭的擋風玻璃 另一方面是青州和摩星嶺之間海面 一艘快艇因為引擎壞了而入水沉沒 一六個人掉落水面 被附近船隻救起 沒有人受傷 去到昂船洲隊出島 突然突然噴一聲 我看出去那邊 看到有一架 可能是白色天維的艇 簡直斷了 船尾向天 船頂那邊 有人看到有十多人在游水 看到有幾個信號彈飛上天 之後隔多三分鐘 已經有警船洗去現場 而在昂船洲和達國洲之間海面 亦發生一宗游艇入水事件 游艇並沒有沉沒 拖去葵中貨櫃碼頭 事件中並沒有人受傷 亞洲電視記者鄭健森報導 至於青魚幹線的開幕禮 和煙花會員由羅振邦報導 青魚幹線煙花會員 在晚上8點開始 部分煙花配合了雷射激光效果 其中以燃點一個1170米長 橫越青馬大橋的瀑布式煙花 氣勢澎湃 煙花會員歷時二十分鐘 吸引了大批市民前來觀賞 而開幕典禮由傍晚六點開始 慶祝活動分別以海陸空 不同的形式進行 主題嘉賓英國前首相戴翠傑分爵 港督彭定康和彭定康 布政司陳方安生主持青馬大橋亮燈儀式 1 1 2 1 Go 大卓爾分爵和彭定康的座架 和嘉賓車隊越過彩帶 駛上青馬幹線標誌著青魚幹線落城 亞洲電視記者來鎮邦報導 警方估計今晚總共有10萬個市民 在青山公路沿線觀行煙化 比當局較早時估計的30萬 少了接近三分之二 而人群疏散時 秩序又良好並無混亂 唐美方報導 煙花回演結束之後 在青山公路一帶欣賞煙花的市民 都很有秩序地離開 警方在現場維持秩序 分批疏散人群 雖然巴士站迫滿人 但秩序良好並無發生混亂 警方估計到現場欣賞煙花的市民 超過10萬人 但比他們原先估計30萬人少很多 所以人潮收拓得很快 到10時9時 警方重開青山公路 而到11時多 只有約200名市民在深井等巴士 很多市民都滿意今次警方的安排 相當有秩序 挺有考慮的 等得久不久? 不久 很正常的運作 普通,挺好 都不太逼現在 等得久不久? 不久,一會兒就來了 但仍然有市民選擇走路離開 我看到排隊的人多過巴士 上次來排了很久 排了三個小時離開 你預計自己走出去嗎? 我想兩個小時左右吧 下週電視記者 唐美鳳報導 青衣島山頭是其中一個欣賞煙花的最佳地點 不少市民一早就到來 但警方恐怕發生意外 禁止市民上山 在青衣 聚理想欣賞煙花會演的高位遼土山 警方下就一時開始封路 不少較早前已經看定位的市民都拜慶而回 警方就勸議市民到其他較安全的地方 那之前入了一些人都會 蘇山下來呢 那些人都會上次蘇山下來 這是甚麼理由? 為了一些人安全? 他應該之前通知我們 不得來到地,他們才告訴他們 有市民就想盡辦法到附近山頭碰雲氣 但是要找到好的地方就不是那麼容易 也有市民在兩點多 一家大小,園青衣西路找地方落腳 我過來看看位置,看看這裡是否看到 不過這裡看到也不錯 撰幾張獎啦,戴唱與夫人都來了 有市民還帶著食物 擔定椅子來霸位 放了椅子在這裡 等喔 會跟誰一起等? 會跟誰一起走? 而在青山公路完善 由於視野更加好 不少市民都一早去到丁九 和深井一帶的沙灘爆圍 警方就架起沖水塑膠圍欄維持秩序 青山公路下午五點半 置風造行人專用區 趕來的市民大部分都要用 當局安排的特別巴士服務 有人就投訴,指示不足 我們在屯門不是很清楚 都交通設施 應該是搭到深井的 搭到小籃 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 結束在廣東省訪問回香港 表示會將今次訪問得到的資料整理 制定打擊小人蛇和處理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到港的長遠政策 董建華在旁晚回到香港 他說與廣東省官員深入探討之後 已經掌握了有關申請來港人士的數目和分佈 會盡快考慮不同方案決定明確的處理方法 也都會與廣東省公安廳合作打擊偷渡 與整體研究小人蛇的問題 小童來香港方面會做一個整體的研究 做一個長遠的為了我們定立一個長遠政策的研究 還有都要積極推展短期內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加好 他強調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會考慮到各方面 包括法律、人道以及香港的承受能力 董建華在早上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之英陪同下 與廣東省委書記謝飛以及省長盧瑞華見面 要求廣東省協助解決小人蛇和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來港的問題 而陳之英在會後透露 董建華在會上要求香港有權參與審批來港內地人士的配額 亞洲電視記者徐偉琦報導 中共元老彭真昨晚在北京病逝中年九十五歲 彭真是不足三個月內第二個逝世的中共元老 劉曉君報導 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宣布彭真的死訊 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彭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 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時四十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九十五歲 官方發表的賦民高度評價彭真是一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 彭真原名父貿公一九二年出生 山西曲玉縣人 一九二三年加入共產黨 中共建國之後 彭真是連任多屆的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 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批鬥遊街 七九年復出 八三年出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做過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八八年退出領導陳 他被視為保守派 但是就公開表態支持鄧小平的改革路線 九三和九四年的春節 江澤民和李鵬向彭真拜連 顯示彭真和目前的最高領導陳關係良好 不過彭真在九二年中風之後就不良於行 他最近一次露面 是在去年九月參觀北京一間石化公司 在鄧小平細細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中 彭真是排行第五 不過他就沒有出席到鄧小平的追悼大會 當時盛傳他已經病危 亞洲電視記者 英國工黨領袖貝利亞表示 準備好擔任首相 由呼籲選民踴躍投票 將保守黨政府趕下台 貝利亞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訪問時 訪問表示已經想準備好出任下一任的英國首相 他說很多人都將未來的希望放在他身上 雖然工黨的聲望在民意調查中遙遙領先執政保守黨 不過貝利亞就呼籲支持工黨的選民要踴躍投票 以免保守黨有機可乘 貝利亞又再次圍攻黨的歐洲政策辯護 重新會由全民投票決定是否加入歐洲單一貨幣 另外工黨在競選證中提出 取消上議院議員世襲制度 議員有不同看法 由尹衛軍馮少寧在倫敦綜合報道 簡內特雖然由父親繼承著為 在上議院也有36年 但是支持廢除世襲議席 原因是不夠民主 300人 可能沒有任何關心或知識 在政治上 他們都不可以去選擇 每次都會去選擇 簡內特不認為要改 就必須要改由人民選舉 和簡內特分爵不同 80歲的麥利維分爵 他爺爺為皇室服務的時候 獲封為貴族 但他不認為西襲制度有問題 其實工黨已經不是第一次想改革上議院 70年代尾曾經提過建議 改革這個他們認為是退席的制度 貝利亞 94年做黨夫之前曾經說過 皇室其實可以是一個更加平民化的家庭 不過他在上台之後直到現在都沒有再提這件事了 也沒有提工黨政府如果上台 會不會進一步削弱皇室的地位 工黨成員較支持共和國制度 如果工黨上台 皇室傳統某種程度的改革 步伐是不是會快點呢 God save the Queen 亞洲電視記者 鳳少寧和尹偉君 在倫敦報道 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宣布 提前17個月舉行大選 投票日定於6月2日 他稍後會要求正式解散國會 哈利蒂安表示希望獲得選民確認他的經濟政策 令反對派再無藉口批評政府 而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他領導的自由黨聲望大幅領先其他政黨 印尼在下個月底會舉行國會和地方選舉 而為期一個月的競選宣傳活動 就由今日開始展開 D支持者開始在街頭懸掛所屬黨派的旗幟和標語 今次只有三個政黨獲准參選 分別是執政專業集團 印尼民主黨和建設團結黨 而一萬個執政專業集團的支持者 就在三寶龍市舉行了競選集會 總統蘇哈托的大女和多個黨領袖都有出席 他們呼籲選民要珍惜團結和和平的局面 為防止衝突 當局限制不同政黨不可以在同一個地點舉行集會 而軍方亦誓言會鎮壓任何暴力衝突 天氣方面 明天有幾陣的咒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2至26度 現時氣溫23度 相對濕度68% 今晚聖魚幹線開幕儀式的押續好戲 煙花會演耗資500萬 其中又是第一次在香港所見到的 曝曝煙花 在新聞結束前再欣賞一下這些煙花 開幕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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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